歡迎加入三立整點新聞 我是朱培茲 新聞一開始忙 帶你來關注新竹市長高雄安 涉貪案唯一不認罪的助理 綽號龔衛文的前公關主任 王玉文 北約是今天首度傳喚 他說明 好待會9點半會開庭 那詳細狀況 趕快聯繫記者邵紫陽 目前記者所在位置在台北地院 今天早上將會針對新竹市長高雄安 在立委任期當中 被控詐領助理廢案 他日前遭到起訴致願了 北院開始進行停訓了 而在上月25號 包括是傳喚他的三名被告助理 包括是有行政助理黃慧文 以及這個助理主任陈煥宇 還有包括法務主任陈玉凱 等在內呢 是來倒庭應訓 三人在征訓期間 其實他們就已經認罪了 包括上次在法院出庭的時候 也通通認罪 因此檢方向法院 是能夠來求處從輕量席 但裡頭唯一不認罪的 是他的助理 這個綽號小兔的公衛文王玉文 他始終不認罪 但是檢方有出示說 其實事實上 他在跟這個包括是行政主任黃慧文 在LINE的對話記錄當中 明明這個詐領助理廢案 他們過程他都知道 為什麼他唯一不認罪呢 是力挺老闆嗎 因此今天他在首度 被法院來傳喚出庭 他在庭上是否會改口 以及還是他是持續的 一貫的來力挺他的老闆 高宏安是我們矚目的焦點 也包括這幾案件 北院是激起的展開審理當中 這個月11號也會傳喚 當事人被告 也就是高宏安的部分 來出庭應訊 而今天唯一傳喚的是 這個王玉文部分會到庭 現在時間他還沒有到 稍後他抵達這個法院的時候 是否有最新的談話 我們將隨時為你關注 以上是世代法院的最新狀況